当下中国正在从商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 中国资管新规对于金融机构也是提出了新的要求 百万亿资本市场又将如何来升级开启新的时代呢 在14号上榜福布斯25位亚洲新锐女性榜单的 云峰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李婷女士 在录制高端访谈节目《当代资本说》当中 就此话题也是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随着我们个人财富和机构财富的 整个的这个增长资产管理行业 包括我们接下来的养老金改革 都是为了资管行业提供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 包括我们最近就是监管对于打破钢队 其实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 我觉得这几点加在一起呢 虽然短期对于某些机构实际上是会有阵痛的 因为以前你在没有钢队的情况下 整个市场对于风险资产的定价 实际上是没有一个毛的 对吧 如果就是无论你风险怎么样 最后都可以兑付的话 实际上我觉得风险的定价实际上是有偏差的 是有背离的 有扭曲的 那如果把这个打破了之后 你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真的风险这个信用等级非常好的 它的融资成本在下降 那以前靠着钢队就是大家加杠杆 可以去这个以非常低的成本去借钱 它现在的这个融资成本立刻就上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推进我们不只是资管行业 包括整个金融体系进入一个健康发展 一个非常核心关键的一步 那接下来还有呢就是养老金的改革 那我自己感觉现在已经到了 就是说大家意识到因为我们老龄化 现在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一个问题了 除了现在我们放开这个二胎的生育 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养老 很多要靠自己来负责 那这一块的改革呢 也会促进资管行业的一个大的爆发 就是大家会知道 并不是说只有有钱人才会去想 我应该怎么样这个进行财富管理 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香港以前是连接海内外市场的 这样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但是现在因为在国家政策的开放之下 我们看到有很多城市 也越来越自由化和开放化了 有没有可能哪一天会取代到 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我自己感觉香港的地位在短期之内 还比较难以替代几层 一层就是说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地区性的金融中心 时间非常久了 这个香港这个地方积累下来的这个人才 我就觉得金融行业最终不是桌子椅子挣钱 还是人嘛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 是需要时间去积累的 不是说放一个政策 所有的人就全部都会去的 另外一块呢 我觉得是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个法治体系 我觉得这一块呢 哪怕人民币完全开放 那我自己感觉呢 香港还是有优势的 因为我原来在这个国际大型的资产管理公司 那我们的客户 其实不光是我原来所在的机构 包括在香港的各种机构 它其实都不是为了覆盖香港的700万人口 而设的机构 实际上都是覆盖亚洲甚至全球的业务 那这些机构为什么在这里 可以做韩国的业务 可以做印度的业务 可以做东南亚各个国家的业务 签合同的时候 适用香港法律 大家都可以接受 实际上这个地位 实际上是可能是 比较在短的时间内难以撼动的 所以这个法治的体系是非常关键 那另外一块呢 刚才你也提过 就是这个人民币国际化 如果我们在短期之内 就是资本管制的这个向下 还是要持续的话 那我觉得香港的优势 这一方面呢 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本期李婷女士专访 更多精彩内容 将于六月在中央电视台 证券资讯频道隆重播出 敬请关注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再次感谢曾渊昌博士 做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